五点五十二分要进入晚餐时间了 在嘉宜市这名男子呢 对于自己的大食量非常有信心 他跟同事达足五千块钱 说要一口气吃掉十五克的牛排 结果这一天他竟然不止十五克 总共吃下了十八克的牛排 连这个牛排店的老板都很惊讶 说开店三十年 他从来没有看过这么会吃的人 在铁板上煎得滋滋作响的牛排 让人看了食指大动 不过一次要吃下十八克牛排 就不是谁都可以做得到 看看这桌上堆得像小山高的铁盘 全是一个人吃完的 连开店三十年的牛排店老板 都大呼吓死人了 家宜市一名汽车销售员和同事打赌 若是能吃完十五克牛排就以五千元 没想到他足足吃了十八克牛排 让他的同事输钱输得幸福口福 因为我自己吃五六斤就摆起来了 我想他说他要挑战十五斤 我让他帮他炒五千元 叫他炒五千元 炒五千元 瞧瞧这位大卫王吃得满头大汗 脸色泛红 还不断摸摸他的肚子 却依旧口也不停的大口吃牛排 表现得相当有自信 这个大卫王吃的十八块牛排叠在一起 可足足有一个脸盆那么大 不但赢得同事的赌金也满足了自己的口腹之欲 中天新闻和国王一杰嘉义采访报道